让孩子有多元的发展性 神钢区社口国小连续两年申请艺术深耕美感教育计划 起初只是希望孩子能够摆脱制式的课程内容 透过舞蹈以及音乐课程等接触更多不同面向的学习 没想到孩子是越上越有兴趣 甚至连安静内向的同学都变活泼 班级也更加有向心力 让他们在艺术教育之余身心收获满满 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同学认真的跟着节拍练习动作 每个拍子每出细节都相当谨慎 社口国小今年第二年申请艺术深耕美感教育计划 起先念头只是希望孩子能够摆脱制式的课程内容 透过舞蹈以及音乐课程 接触更多不同面向的学习 没想到孩子们越跳越有兴趣 那一般我们的传统会在毕业典礼的时候 有老师来规划一个整体性的表演 让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上台的机会 它可能是一个歌舞剧 也可能是各班有各班的舞蹈 那总之就是每一个小孩子都有机会上台去展演 那最近几年我们申请艺术深耕计划 其实是希望结合这样的展演 聘请专业的老师 让这样的转演更精致化 刚开始会比较不协调 然后会觉得同手同脚 然后就是在学的过程会比较 刚开始的舞蹈会比较难一点 然后不太习惯 但练到后面就会觉得 好像也还好练久了就会比较熟悉这样子 一开始练的话印象深刻是因为当初可能会有点不协调 然后就是老师要就是一直重复的教 然后让我们要一直去 在家里面也要去练 从一开始肢体动作不协调 到后来能够跟着节拍 每个动作都相当到位 这样练习的成果让学校也更有信心 学校升起计划后 用心眉合专业师资 进行舞蹈音乐等课程规划 透过律动感受艺术的多元性 那我们老师也配合了之后 再带领学生走出教室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练习 让学生抒发了他们坐在教室里那郁闷的情绪 然后也宣泄了他的体力 甚至从中他展现了他的自信 那有的孩子就是在教室里面他学不到东西 但是在舞蹈上他竟然可以肢体相当协调 所以他的自信度有了之后 他回到教室反而可以走路有风 一财班的小朋友的学习非常的有兴趣 那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师资 那所以我就想说可以把它就是延展到我们普通班 那刚开始我会只申请一个学年 那高年级的另外一个学年看了也觉得好像对学生很有帮助 所以我们就目前这个学年就五六年级 已经实行两个年度的五六年级 有三百多位小朋友每一班然后都有上到这个课 上表示一开始先让艺术才能班的同学先尝试转业课程 没想到其他班级看到后也纷纷表达意愿 便扩大到不同年级 不仅结合不同领域 更让原本害羞内向的孩子在舞台上展现自信 班级也更有相信力 让他们在艺术教育之余同样身心收获满满 继续存在台中仓报导